大师教路专栏表示 周一内地股市急跌 港股周二伏市亦受拖累而下跌 但即使却出现反弹 恒指一度倒升 市况反复上落之余 高低波幅约300点 最终没有起跌 其实短线也只是上落市而矣 自4月8日恒指纵上30,000点关口之后 市场情绪开始乐观 评论亦一面倒看好 牛市以纵临的说法亦甚囂主上 大市反而在走势上却出现大幅波动 即使波幅动接300-500点 兼且日升日跌 走势飘忽不定 在淡有失踪 好有烧炮仗之下 市场的主流看法是以升难跌 逢低吸纳 主导着大牛市纵临讲法的理由 就是央行放水 资金主导 因为各国官员皆不想见到股市下跌 所以股市就无得跌 然而 升市的背后真是不拥有任何戒心 若然大家不求甚解 只是人云亦云 一旦市场错误解读了央行政策 又或者有心人刻意扭曲现状 误导大家去接受一个曲解了的演绎 那就有很大问题了 君子不立危长下 建筑在浮沙之上的表面 最终也只是海市神流 没有众口一词的美言 就没有国王的新衣 套路及桥段永远都是够平身走 没有人的贪念欲望 所有局就不可能成局 有人大大声地说 不进取就是失败者 不者的回应是 醉雍之意不再走 在乎山水之间也 是怎么办 可以是不能赢说的 水平的节目 不信任何人呢 要缓声 拿来混合呀 马里面的东西 这辅 如果你认识了 这辈子 只能赴草之間 赶 reload 赶发 带走 赶走滠